博妞子 你见博妞了吗 什么意思 不是你带博妞出去玩的吗 为什么问我博妞在哪 完了完了 我就在龙虾看了会儿大爷家乡齐 这一转身 博妞就不见了 博妞博妞 博妞要什么事我跟你没完 喂 唐涛哥 你能来我家一趟吗 我有话对你说 对不起啊家乡 我这边有点急事 晚点再说 博妞在我这儿玩得真开心呢 妈妈 豆豆 怎么了 妈 博妞不见了 什么 博妞 家乡 博妞怎么会在你这儿 桃桃哥 我好想你 为什么你妈妈 就是不肯让我跟你见面呢 今天我终于见到你了 桃桃哥 你看我是不是变漂亮了很多呀 我的脸上没有斑了 皮肤也变白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用的都是你送我的护肤品 桃桃哥 我们复合吧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肯定还是爱我的对吧 家乡 我 姑娘 妈妈 桃桃的钱认识吧 我知道你 你有什么冲我来 别碰我孩子 就凭你 论美貌我比你年轻 论性格我比你温柔 论陪伴我跟桃桃在一起七年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要不是因为结婚有了孩子 桃桃哥对你有了责任感 那根本就不是爱情 要是没有孩子呢 试试 我警告你别胡闹 你和桃桃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难道你不清楚吗 当初是你嫌桃桃没钱跟富二代跑了 现在人家把你甩了 你看桃桃事业有成 又像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 这算盘打的 算盘珠子都蹦我脸上来了 桃桃哥 不是这样的 当初是我年纪小不懂事 后来我才知道 你才是我最爱的人 我承认我儿子之前是很喜欢你 可你呢 一次次践踏他的真心也就算了 对我们家里人也没有半分尊重 逗逗再怎样 他于上孝敬老人 于下爱护孩子 作为妻子他先良苏德 作为儿媳 他更是勤快持家 你压根就不配跟他比 挺好了 以后你休想再接近我家里人半步 我拿你当人看的时候 希望你也尽量做人事 如果有哪句话伤到了你 不好意思 我故意的